北韩在当地时间30号再度发射飞弹 这已经是2022开年以来北韩第七次发射飞弹 把周边国家弄得鸡飞狗跳 飞弹落点最后位在日本经济海域外 专家分析依照相关数据来看 北韩这次发射的有可能是名为火星12的中程弹道导弹 这款飞弹并不是首次亮相 早在2017年就一口气发射了六次 三次成功 三次失败 成功的那三次还曾经穿越日本北海道 最远飞到3700公里外 如果火星12射程完整发挥 可以打到关岛去 眼看年节就要到来 中国北京冬奥距离开幕不到一个礼拜 但这已经是金正恩掌权以来 发射飞弹次数最高的月份 同时早在这次发射前 美国就进行单边制裁 并在联合国闭门会议中提案进行联合制裁 但却被中俄两国联手推翻 让政治乃至经济制裁 已经沦为金氏政权的耳边风 面对北韩频频导弹 还能怎么阻止北韩继续为所欲为 诸国联强当前只能两手一摊 三连新闻终于好报道